明天開始呢 有四天的五十個連假 很多民眾是探機會出國 在去呢 這個投票基東人是差差差 投票基東公司就以後 這次的連假呢 一天的平均越穩量 會來到十三萬金儲 等到疫情進展的追蹤 那如果說到我們國內路有時 麻糟 還要批評上改成 頂半率都不夠成功 到廟的三個去騎鐵渡腳踏車 到上客家中的豪宅米 最近地方政府是搭造萬多流行的 跌室 實際上這麼多觀光客 也在五十個連假比做 越有熱點 邊均電房路是超過七星 根據觀光協會統計 這次連假 還有路上 多人去的所在就是麻糟 剛才到現在當時看 落塞的時候 電房路是要搞什麼 電房路第二關的就是 瓦瓦瓦瓦瓦 本土是描力相受歡迎 整體電房路比去年同期去兩星 他人很多 那平常日是包括我們的旅宿 包括我們的餐飲 生意是比較差的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國外的這些國際觀光客 剛好把離風這一塊把它補齊 當機場一早就插插插 這些民眾都拿錢 請到 等五十個連假的時候出國 機場說現在建議 連假如果要出國 一定要拿著兩點半至三點 整個機場 不能夠利用快速通關這些實施 他又今年五十個期間 每天的路運量平均十三萬人儲 觀光學家分析說 過去已經有三個都沒有出國了 現在保護市出國還會繼續 疫情之後也可以看到路由的形態改變 更路的日期已經不一樣 路客又比較容易有特殊觀光活動的地方 要想路客來的國地都要找到 和記者有的觀光方式 記者合作報導